在理好中道 手团医疗体系基板秀传全医共吸手 全人医疗无界限三十万党 与中华官、南道官、台南区与高雄区 总共一千金的金属 与并进行相向专进 共同分享手团医疗组型系统 让医疗组员发挥更大的好友 让民众地道更好健康照顾 现场是来到现在民众和贵宾 这会来产物秀传全医共吸手 全人医疗无界限的算是活动 副总裁叶永详表示 相向专进对民众的好处非常多 哪能解决大便于环节座问题 也能提供民众方便 增加到医疏逅等的时间 目前健保署在推动分级医疗的制度 它的利益是非常的良好 不管是对医疗院所 对民众都有好处 那也可以解决大医院 人满为患的问题 让我们的医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能够去做治疗 急重难症的病人 那至于对民众来讲 他能够第一时间到 基层的医疗院所来就诊 也可以能够让他们有方便性 而且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医师做互动 也能够落实到家庭医学的制度 那秀传医疗体系的各个院市 院区一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 来做这方面的事情 副管长表示 透过商用专进的服务 让医疗组员共同分享 也让医疗分析制度更改落实 今天这个区域性医疗院所 门诊量减 每年减2%这样的额数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医疗的资源 能够平均的分配 就是说我们修备 修备就看修备医 如果透过修备医来专进 给我们大幅他们的服务 他们的服务比较久转 能诊的费用比较少 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虽然说有多了一个层次的筛检 但是对我们的乡亲的 这个医疗的费用是有减轻的 这就是让农村透过我们的基层金属 通报来 我们秀传医院也可以通报到 导致那个基层诊所 让我们基层医师来做服务 这是医疗资源的共享 分享 透过医疗分工 让这个医疗分级这个制度 能够更落实 这对我们乡亲 对医疗的资源都是好消息 业用相机出 修团医疗体系 会在相向专进 及分级医疗制度 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拥有很多经验 终于可以提供给民众 上海和母 新中华新闻 穿上千中华彩虹不得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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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